是 你看 他们没有穿衣服 是 我们现在在台南 这个老外居然跟我说 他想要來這個地方 我要學台灣獨立的事情 這跟台灣獨立有關係嗎? 對 因為他是第一個台灣人 要台灣變一個國家 是這樣嗎? 我們要去博士館 博物館 我們要去博物館學它的歷史 它的原油啊 它的故事 對 我還不知道 給你看一下我們現在在哪裡 正成功博物館 想要知道正成功的故事嗎? 我沒在想進 這邊可以拍照 你回去 你自己回去拿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是這樣嗎? 中甘義膽 欸 有那個國徽 翻證是很小的 我會問一下 所以在阿里山的翻證 跟這裡的翻證哪個比較好? 這個比較好 這個比較好但是也沒有很好 沒有 我真的需要請他們 請你去翻證 嗯 可能他們可以 找美國人或英國人 如果有很多人 哈哈 很有意思 沒選 當時年輕的劉狗 跟很多海上的男人一樣 在這裡和日本女孩結婚 跟那個小偉 正成功小土婆出生了 咱們剛在日本出生的正成功 還沒有成功 而是娶個小名叫唐松 她是第一個 狂人 我們中日混血的小狐松 小時候都在日本歡樂的玩耍 爸爸劉狗很忙 要跑滿岸要趕傷 完全是爸爸出海去 為什麼還不回家 根本沒管理我們小狐松 這場男性質疑的勝敗 不只注定反心不明不忘 更是大大影響咱們的台灣 為了輸出更大的腐敵 成功勞修必有貼向台灣 她轉向入耳門選招 拿下古遊車程 把這地當成台灣的玉土東西 連接是大家熟悉的視訊 這個 故事寫得很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她買了伴雅 洋芋片跟啤酒 喜歡嗎 還沒喝 你如果喝完 你要把瓶子留下來 帶回去西班牙 對 然後放在 客廳 客廳 想黏的 對 放在電視旁邊 對 驚喜 我們現在來到了 用傳統方式做海鹽的地方 鹽田 看起來好像假的喔 這是真的鹽嗎 有一區是讓遊客可以進入的鹽田體驗區 中間這一小堆就是成形的海鹽 看起來很像冬天在路邊的髒雪堆 海鹽的結晶非常的大 而且是帶著銳利角度的立方體 這條水管就是引進海水的管道 每塊鹽田的中間都有塊圓形的小平台 用來堆放已結晶的海鹽 剛剛幾台遊覽車停下來之後 這裡就爆滿了 爆滿了 從下面 你要從上面嗎 我沒有想到那裡 那你 我 我 我 你們還真的很厲害 然後你要從這裡下去 你們剛進來的時候要小心不要撞到這棵樹 這裡 我們是在大約10點的時候到達 一開始只有我們兩個人獨佔這個景點 但是過沒多久這裡就來了不少人 你如果也想要來這個地方 一定要注意天氣、潮汐 還有自身手腳靈活程度喔 這個海石洞秘境就在海角咖啡廳的旁邊 這裡的空間很寬敞 景色也很好 有空的話來這裡沙沙時間也不錯 接著下一個景點我們來到了有著特別圓弧造型的集合住宅 在國貿社區 你覺得這個房子怎麼樣 很好買 很好買?你想買嗎 因為我有很多遊客很完美 所以可以有LBnB他們來這裡拍照 但是他們來這裡拍照 但是他們不會來這裡睡覺啊 如果是你你會想要住這裡嗎? 哪個投資 真的嗎? 為什麼? 不錯 不錯嗎? 你不會覺得有點緊張嗎?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我跟我每個男朋友 你們很煩你們知道嗎? 我沒有抱怨 你知道他們女生都在抱怨嗎? 我沒有 你看 下一個地方也是來高雄畢房的景點之一 龍虎塔 這裡有好多鵝跟鴨子喔 你要去Dragon的嘴巴裡面 裡面 你覺得裡面會要上嗎? 喔!他們沒有穿衣服 除了宗教故事之外 這裡還有24校的故事 最後一個高雄景點我們來到了 林圓菜市場 在這裡的小巷子裡有著 因為電視劇一把青而紅起來的地標 從91號旁邊的巷子這邊進來 就是安樂樓 以前這邊是非常繁華地區的九樓 之前在日劇時代的時候 日本的官兵還有把這裡當成一個類似招待所 如果要來的話要小心這邊蠻多碎的瓷磚跟玻璃 而且蠻多蚊子的記得要擦防蚊藝 因為本身這邊是在市場的巷子裡面 有時候樓下會被堆放很多雜物 或是停很多台摩托車 那剛剛有一個工作的小姐是跟我講說 如果你平常是下午來的話 比較不會有摩托車也比較不會那麼急 南部的物價有比較低嗎? 我買了這樣算三隻嗎?還是兩隻香蕉? 才5塊錢台幣耶 最後附上兩個一樣很好拍照的景點 好的我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不要忘記幫我的影片按讚 訂閱我的頻道還有追蹤我的IG 那就先這樣囉掰掰